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g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矮個究竟如何挑大衣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本人的身高只有153、154公分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標準的那種嬌小型女生 所以我真的很懂 就每到冬天你可能看櫥窗外面那個大衣很漂亮 然後你一穿之後 欸 怎麼好像掛窗簾 完全就是不適合我們自己 那我吃了一些悶虧 繳了不少學費 最後統整數我覺得這四個技巧 如果你follow它的話 真的還蠻容易可以找到適合嬌小型女生穿的大衣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當你在挑的時候 無論你先不用管長度跟大衣的顏色 拿起來你去看它的版型 如果它是直筒型或者是H剪裁的話 這個大衣你就可以進一步考慮 因為如果它是其他剪裁的話 我發現真的沒有那麼適合我們這種嬌小的女生 像之前有一陣子還蠻流行那種剪裁的剪裁 我自己看了我也覺得很好看 因為看那種韓劇女主角穿就覺得 哇 好美 然後穿在身上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一種壓縮的感覺 因為剪型的剪裁啊 它是像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穿在身上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不夠高挑了 再穿在身上整個像是弧形的葫蘆 非常不好看 所以後來我發現整個版型越精簡越俐落 才會顯得我們沒有被壓縮 而反而是有增高一點的感覺 所以真的秉記在心 就是H剪裁跟直筒型 然後再補充一點啊 近年我發現很流行穿那種落地的寬褲 像我自己也很喜歡穿 我自己有發現 如果我穿落地的寬褲 然後配一個直直的大衣 就是在褲管那邊 因為褲管比較大 然後大衣又是直直的 好像顯得有一些些突兀 所以我就發現 我在日本挑到的那一件大衣 搭配落地寬褲搭配起來很好 我就去研究它的那個整個版型 發現上面中間是直的 但是它在外套的下擺那邊啊 微微的像A字一樣 所以它就會跟我的那個落地寬褲 感覺是連成一條線 那個視覺就沒有那種中斷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穿落地寬褲的話 也蠻建議你在挑大衣的時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個下擺 是不是有微微的寬起來 那樣子我覺得搭落地寬褲是最好看的 接下來第二點是大家最在乎的 也就是大衣的衣裳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去實體店面買 如果你在淘寶的時候 或是你逛一些網拍 你看到很漂亮的大衣 然後看到整個衣裳 完全無法想像 穿起來到底是在哪裡的話 真的就是看那個數字 我覺得是最準的 那到底大衣的衣裳是要多少呢 登... 刻意賣關子 登... 答案就是 95到100 95到100是根據我購買的經驗 我覺得最最最棒的 100到105 真的是遊走在邊緣 可是如果你是95到100的話 那個絕對幾乎不可能會踩到地雷 如果你是在實體店面穿的話 你好像有點無法判斷那 到底這邊歐不OK 你就去看 大衣的那個最下擺那邊 它有沒有切齊你的小腿度 比方講小腿度是這樣 無論它是切在這或是切在這 其實都好 只要它最後還是有讓你的腳踝露出來 呼吸的話 那就是OK的 接下來這個Tips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點冷門 也就是如果你挑大衣 一定會有有領跟無領的 我自己其實是有領派的 因為我發現無領 它比較容易穿起來顯得老氣 那你在挑有領大衣的時候 不要讓那個領子超過一面三分之一 領子其實小小的 好像有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讓它變三分之二 更是誇張就是那種很跨二分之一 因為我發現領子很大大 套上去之後 因為它整個這邊 視覺會有那種延長變很寬的感覺 所以整個肩膀那邊顯得很快 但是因為我們的身材是比較嬌小的 如果很快我們其實是撐不起來 感覺我們像是被那個衣服吞噬的那一種感覺 那我會領悟到這一點 其實也是因為我那天去H&M挑衣服的時候 我馬上很掃看到一件很漂亮的墨綠色大衣 然後它是那種領子比較誇張型的 我一穿我完全整個人不見耶 你只會看到我的領子 因為就真的無法駕馭 所以如果你挑大衣是為了真的是日常穿的話 大家就是記得這個技巧 不要超過一面的三分之一 這樣就會看起來很好看 再來最後一個技巧就是穿大衣的時候 你可以找那種可以綁帶的 因為我覺得綁帶的它有一種視覺詐騙的感覺 比方講有繩子在那邊 然後你一綁之後啊就會顯得 欸好像上半身比較短然後下半身比較長 那我影片當中的那一件格子的大衣 其實是我在日本夏北澤買的 然後它的長度其實沒有這麼的完美 因為我發現它的長度其實還是有點偏長 所以我除非腳延伸出來才會看到腳踝 如果腳一放的話就有一種 好像感覺有點被淹沒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如果是那麼長的大衣大概就會長那樣 那那件大衣我自己還會去拿去修改 就是把它的那個整體的長度 再修個大概五公分 可是我想要示範給大家看的是 因為它是我唯一的綁帶大衣 它如果你看一綁帶 它綁起來之後啊真的會顯得好像 整個下半身是比較延伸的感覺 不一定會增高 因為畢竟我們就是真的比較嬌小 可是至少會看起來腿比較長 那如果你是穿一般的大衣 就是沒有辦法綁帶的話 你也可以切記裡面的內達是上衣比較短 然後是穿這種中高要的褲子 中高要的寬褲就OK了 好那麼以上這四個技巧就是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像我一樣比較嬌小的女生究竟要如何挑大衣 那這些都是從我的購買經驗 然後我覺得很主觀的審美觀而歸納成的 所以如果哪邊你覺得不是很認同的話 也都可以歡迎在留言底下跟我交流 那你覺得哪樣的技巧啊 好像是可以更精準的挑到很棒的大衣 那如果這支影片對你來講很有幫助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想要更頻繁的看到我的話 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